所以它其实是叫做iPhone 14 大家好我是苹果天然 那现在我们又有更多关于 不管是iPhone 14 或是苹果搜表的消息出来 那我就来很快跟大家做一个数报分享一下 好啦那今年发表会的直播 我们一样会在这边 准时跟大家一起开始看直播 那同时我们也会有抽奖活动 会抽出iPhone 14 那关于更多的细节 我们会持续的陆续公布 最重要就是你要订阅频道 才可以不会错过这个 怎么抽到iPhone 14的消息 首先我们现在讲苹果手表的地方 那现在关于这个Apple Watch Pro 就是一个专业版 或是极限运动版系列的这个版本 有越来越多的消息 我觉得大致上它要出来的几率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现在有不同的消息来源 就现在蛮准确的 又跟我再确认这一点 那现在甚至讲到更多 就是关于它的表身尺寸 那还有它的表带纹合度等等 那这也是很多观众在询问我的问题 那首先表身目前知道的是 47到48公里之间 这个表身的尺寸跟现在现有的是 41跟45来讲 那感觉起来好像不会大多少 可是如果我们从三星的 Galaxy Watch 5 Pro上面看起来说 它如果表身的整体的表盘尺寸 不一定会变大 可是它可以在表身的厚度上面去加强 那用这种方式来增强它的续航力 去放进更大的电池 因为像这次的Galaxy Watch 5 Pro 它们移除掉上面的那个转盘 那以三星的说法就是为了放进更大的电池 整个表身是作为一体式的 那里面当然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在里面 那苹果手表现在我们看到是47跟48公里 那很多人就在问说 这个是不是代表说先前的表带 不管是说它表带的形式 或是它装表带的这种规格 会不会先前就不能共用了 据我现在所了解 它其实是还是可以共用的 那你可能会想说 它的表带尺寸差那么多 你如果你有看我先前 苹果手表相关教学 或者这些系列的话 那其实我都会跟观众提到 其实不管是当初的38跟42 或者后来的40、44、41跟45 这些尺寸它的表带的规格 全部都是可以共用 那如果你今天喜欢比较大的表身 可是你喜欢比较短的表带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通常比较大的表身 所配的比较大的表带 它的长度就会比较长 那有些手腕比较小的人 喜欢带大表面的人 那一些表带对外眼可能就会太长 那这种时候我就会建议他们说 你可以去买小号的 比如说41公里的这个表带 那这种时候你还是可以装得上去 那只是装上去之后 它表带连接表身的地方 会有一点好像没有填满的感觉 可是其实你平常去带 你也不会去看到那个地方 别人也不会看到那个地方 那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苹果手表 这个Apple Watch Pro系列 它的表带 我觉得理论上来讲也是会可以 向下支援跟其他的功用 那只是如果你今天要带一个 比较大的尺寸的表带 放在比较小的表身上面 它也还是装得上去 其实就是旁边两侧会突出来 那一般来讲就不太有人会去这样使用 那大致上呢 应该会蛮确定 屏幕会推出这个Apple Watch Pro的版本 那现在有人在讨论这个机身尺寸的设计 很有可能它在前面的地方是 在表面的地方会是切平面的 那我们知道其实苹果手表 先前最脆弱的就是它前面的玻璃 很多时候就算你带了保护套 那可能它的保护套的旁边边缘 凸起的地方不够 那可能还是会暴露 有一点前面镜面的部分 那如果你不使用保护套的情况下呢 它的镜面的四个边角 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玻璃最脆弱的地方 那刚好也是最容易去撞到的地方 就很容易去摔破你的苹果手表的表面 那这一次他们就说会改成切平面的设计 旁边边框部分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还是要再凸起来一点的 才能真的去保护到镜面 但是苹果对于美学的这个定义以后 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好看 有过于实际上的这个保护性跟使用性 那我们到时候就来看看苹果要怎么设计 让它的表面更不容易去撞伤 OK好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就来讲iPhone 14 那现在有个照片流出来就是iPhone 14 我们先前以为的14 Max的这个保护壳的包装 那它上面写的是iPhone 14 Plus 那其实先前就是Max或Plus这两个用语 大家在做猜测 那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Plus 那我看了这个包装的照片 我觉得它跟苹果原厂会出来的非常的像 而且以现在的时间点去看到这个产品 也是非常的合理 所以我觉得应该满可以确定说 它的命名应该会叫做Plus 那我觉得至于为什么叫做Plus不是叫做Max 那我们看到嘛 其实先前在Pro跟Pro Max上面 我觉得Max这个字眼可能就是保留给Pro系列 然后把它做一个区分 那Plus这个字眼其实呢 在观众的印象里面 它也不是代表不好 那我们就像先前 那其实在iPhone第一次有大支的尺寸出来的时候 它也是叫iPhone 6 Plus 那所以Plus这个字眼其实在很多观众 或者说很多苹果使用者 在脑海里已经有记忆存在 而且呢有满直接的观念去把它联想到 它是一个比较大支 或是比较旗舰型的一个手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命名上面 其实用Plus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那至于Pro跟Pro Max的命名 会不会叫Pro跟Pro Plus 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还是会维持Pro Max 因为其实呢 苹果在不管他们的处理器的命名上面 你看他们有这个M1 Max M1 Pro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它Pro 不管是iPad Pro或其他产品 有Pro这个字眼就是把它的等级 或售价再拉高一级 那有Max它的等级又比Pro再高一级 那这个从处理器上面的命名也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Max这个字眼也是会保留 那至于会不会有Ultra iPhone Ultra 那这个是我个人的学愿 我希望有全部规格都在上面的iPhone 可是我觉得今年应该是还不会看到啦 那所以呢今年这次iPhone命名 应该就是维持iPhone 14 iPhone 14 Plus iPhone 14 Pro iPhone 14 Pro Max 好啦那今年发表会的直播 我们一样会在这边 准时跟大家一起开始看直播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抽奖活动 会抽出iPhone 14 那关于更多的细节 我们会持续的陆续公布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订阅频道 才可以不会错过这个 怎么抽到iPhone 14 的消息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那我是苹果爹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掰 直接的关联去把它想到说 〔啦〔地购物击尽的开户 〔地购物击尽的开户